月梅部落的玻璃珠又称珍珠小洋葱 是当时相当热销的 而这三年疫情不断的延烧 又再一次让民众抢购部落的美食 玻璃珠 每年只采收一次的玻璃珠 在过年前就已经预定一空 供不应求数量有限的情况下 不管是外地客或是其他部落族人 都来到月梅部落抢购玻璃珠 部落妇女在田间完全以认供种植的方式 这是目前市面上最抢手的部落美食玻璃珠 种植面积不大又费工 虽然热销为了保种也只能够望而兴探 现在这种不能卖了 虽然很夯 我们也很想赚钱 问题是没有种植要怎么卖 所以这个是留种要用的 就有北部来的游客路过月梅部落 看见部落妇女在晒玻璃珠也下车 抢着购买带回北部享用 这个是什么我说原住民火葱 他说我们可以试吃吗 他试吃以后有没有 很呛 我告诉他们说这个很呛 他说哦 那我买他们就买 我说那不然你们三个人就一千块 这样比较好分 有些人是拿了 我管你的直接用口袋你知道吗 很好笑的他们 呛蜡的部落火葱 能够让外地客走入部落抢购 在保种的情况下也只能忍痛不卖 种的那么多有没有 真的是没有办法 供不应求这种东西 所以很多人都回部落来抢 对对对 部落传统美食玻璃珠也有人称它为 珍珠小洋葱 嗆辣带点为甜为苦 疫情当下被大家所抢购 带给部落小农商鸡 他们更希望能够广泛地运用在其他料理中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